我們對恩恩爸爸跟媽媽一家人 我們會盡情理來給予關懷 並按照相關的規定 全力提供相關的資料給恩恩爸爸 尤其我特別希望 由衛生局跟消防局兩局的局長 來當面跟恩恩爸爸 做一個事情的整個來容期末跟說明 讓恩恩爸爸能夠做充分的了解 那至於外面的聲音 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意的 我們大家都是全力的來關懷恩恩爸爸 當時的報案的錄音 還有依舊打給恩恩媽媽的這個錄音的內容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隨時都可以聽 那我們也會派專人去新竹給他聽 或是恩恩爸爸決定要來我們消防局聽 我們都會配合來安排 另外就是我們還是強調說 基於個人的隐私跟各自的保護 那依舊與衛生局 還有依舊與雙和醫院的這個通話的錄音 因為恩恩爸爸不是對話的雙方的通話者 所以我們不會提供 不過當時我們在給恩恩爸爸的資料裡面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把相關橫向聯繫的 這個處置作為的資料 也給了恩恩爸爸 今天新北市的確診個案新增9,026人 至於機格列管數是21,242人 至於本日可解隔數是8,668人 至於我們的機家照護的族行室是65,341人 本日亦計可解隔康復的有15,772人 那目前從整個確診人士的曲線來看 新北市已經從相對的高峰 慢慢往下在趨緩當中 所以這幾天很清楚 那從1萬已經慢慢逐漸2天 年輕到9000多人 那我們目前不但希望除去的觀察以外 更要掌握疫情 在整個下降趨勢上的隨時變化 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疫情能夠穩定的往下走 所以我們今天新增的9,026人 我們還是要繼續的觀察 至於我們的機格隔離的人數 我們也是一樣 也是相對的在往下走 我們在這兩天從2萬5降到2萬3 我們目前下降的趨勢在緩慢當中 至於我們的機家照護的人數 我們6萬5341人 也比平常慢慢在緩波的下降當中 表示我們相對的機家照護高的人數 也是在往下趨緩當中 至於我們累計康復解隔人數 當然相對一定是往上增加 因為這波已經都已經康復了 所以我們目前來到396,588人 我們已經逼近機家照護 將近達到40萬人 這也是我們新北市開始做機家照護 這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快近40萬人 我們會繼續努力 照顧我們新北市的市民朋友 準備好 把頭 Butt